别跑 站住 什么事啊 站住 给我拉住他 给我拉住他 让一下 让一下 让一下呀 我分了你们 我不想动了 你哥哥的 我礼貌都没有 我这些东西都跑走了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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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我有话想要问你 要不然你先进去洗一下 我帮你把衣服烘干 王晋芷要来 里面请 您先去沙发上坐一会儿 我叫上幼儿晋 来 王晋芷 幼儿晋 这是优哥的家 幼儿晋 你在里面干吗呢 你要 你要喝点啥呀 幼儿晋 幼儿晋 你干吗呢 还不赶紧出来 王记者都到了 我先走了 大下午洗什么澡啊 晃动谁 您想喝点什么 我待会儿给你弄点 茶 咖啡啥都有啥 那你 幼儿晋在里面吗 在 你干洗澡 王记者 幼儿晋怎么不见人呢 王记者 我们家依然洗澡呢 咱们出去等他吧 好吧 大下午洗什么澡啊 这一路风尘步步赶回来 为了见您 洗个澡应该的 我们出去等他 走走走走 那这女鞋怎么回事 我的 你呢 她看着尺寸也不像是你的鞋 王体长 我就喜欢春小鞋 悠悠 这不对吧 这有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的 王体长 我在我带的一人家 放双我的鞋怎么了 再说了 要不你越那么早 我在家睡眠的觉 我是觉得不对 她是一个人在里面洗澡吗 王记者 王记者 我们家一人洗澡了 您进去多不合适啊 你说是不是 王记者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进去看一眼 去公司的 王记者 王记者 我看一眼 你们早点一下来 王记者 王记者 你们开酒 他们都走了 都走了 那你呢 我什么都没看到 廖志琪 你给我出门 你换好了 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看到 你这一年去哪儿了 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是不是 和你的病有关系 谁跟你说的 你公司说你去国外游学 可是游学怎么可能 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是不是去治病了 你是不是去治病了 程铍 对不起 一年前我的主治医生 说我的病情加重 只能去日本治疗 程铍 我只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 我的机会只有这一次 那你离开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因为我不想让你一直等 我害怕 我害怕我再也回不来了 你从来都只想你怕 你从来没有在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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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你从来没有在意过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只是想要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可以一起面 你尽不敢要先 我不敢打到 你怎么办 我只是想要骗我 我还能去哪里 我说我的美国 我怎么能的 你为什么跟着你 我等我 四位 四位 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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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 来了 汕車司機 大明星 赶紧把嘴给我闭上吧 走了 好 幼稚奇 这次从日本回来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是国内好 但我感觉自己变化还是挺大的 下次啊 你别把自己裹得像粽子一样了 一路过来又没人拍你 你已经是过气的哀斗了 那是我伪装得好 谢谢 行了 行了 去我那里喝一杯吧 走吧 二十岁的人 眼睛里都出四十岁的眼神 故事有点多呀 高处不胜寒 我也是第一次做人 承受太多也很累的 你居然藏久了 小声一点 这结果我藏了很久 对了 我从日本提前半个月回来 莫妮卡说你的病情所好着 她建议我对你的药物量有所减少 基本上 有机会可以完全康复 我知道了 这一年没白去 来 那肯定没有白去啊 否则怎么会减少你药物的用量呢 这个心理疾病的治疗啊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不要着急 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其实并没有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以前的我很自信 以为自己可以走出来 可是现实并不是这样 她始终跟随着我 尤其是在 去校园以后 是因为出现了想要守护的人 那个女孩叫程鸣吧 是 她叫程鸣 她的名字 和她人一样 走了 去哪儿啊 才刚开始喝 当然是去找想要守护的人